你想政府他 比方說你要叫救護車他有可能會來嗎 59 好 自己想辦法咯 自求多福咯 不是一直都是說一套 所以今天好像今天是這樣講 然後明天又不一樣 8天確診人數破萬 與病毒共存 你準備好了嗎 從4月13日到4月20日 在8天以來 累積的確診人數已經破了萬例 更是連續6天確診人數超過了千人 在今天4月20日 確診的人超過了兩千人 來到了疫情爆發以來的這個新高 而且這個PCR的篩檢陽性率 也來到了2.66% 表示說未來單日確診人數破萬 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這個破萬率月底就有可能了吧 在今年確診的這些人中 這個重症死亡率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而在這些過世的重症中 還有一個是才兩歲的小朋友 因為大家才發現原來小朋友 其實也是這些確診者中的高風險族群 原因是因為小朋友他們沒有辦法打疫苗 所以大家現在就很緊張啊 那小朋友的疫苗到底在哪裡呢 食藥署日前就說他們已經通過了 莫德納的緊急使用權 但是BNT不但還沒有通過緊急使用權 連採購都還沒有採購 就民眾說了我們一直都說我們要超前部署 但是過了一年 為什麼小朋友的疫苗還沒有準備好呢 防禦當然是中央跟地方在互相合作 所以也請副市長不要說太不滿了 除了這個之外啊 之前就有民眾說 我因為朋友確診 所以我在家中被隔離 但是我打電話到1922 想要快篩試劑 沒想到我的電話不但一直打不通 好不容易打通之後 卻一直被轉接 轉接到最後終於有人接起來 那個人卻告訴他說 我們的快篩試劑已經沒有了 請他再等等 如果今天你確診陽性的話 你要等防疫計程車 來載你去醫院做篩檢 少說幾個小時到幾天 都是有可能的 在這時間還不及通知的 或者通知上面略有延誤的 那請大家也就在這自主應變裡面 這個自主應變一出來啊 民眾就炸了 想說自主應變是什麼意思呢 是要我們開始與病毒共存嗎 我們今天就走上街頭 來聽聽看大家是怎麼說的 那大哥你知道自主應變的意思嗎 意思就是沒有人會扛的 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沒有人要扛的嘛 再用這個來下一次如果爆出來說 印天一萬人的時候呢 就是中間過程而已嘛 就希望台灣不要像上海一樣就好了 隔兩三天講的都不一樣 你相信他講的嗎 怎麼政策會這樣子轉變 老實說就蠻習慣的 不是一直都是說一樣 所以今天好像今天是這樣講 然後明天又不一樣 那我們感覺就是自己好像切走切看 還是那句老話自己的小孩自己救 自己的身體自己照顧 對就好像對他們就是 老實說不是很有信心 那說實話去年的話 遠距教學對於我們在家裡 看小孩子這樣上課 其實效果是很差的 因為老師可能也在熟悉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管到說 這個小孩到底有沒有認真在上課 小孩子可能就發呆 老師也管不到 那家長可能又要上班 他那一段的那個課程 到底學得多少 你真的要實行真的是有難度 畢竟以台北來說 我們其實那個空間的規劃 那個人口比例太高啦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那樣子 去實行那個政策 講是這樣講 那你實行上一定是有困難啦 聽起來覺得好像有一點 不是那麼的有信心吧 就覺得好像會擴大擴大 不是說半年之後可能會破百萬嗎 今天我在便利商店 我就有發現很多人在問快篩計 那其實我當下 因為店員就一直說都缺貨都缺貨 那其實當下我也有一個疑問 就是萬一我們不小心接觸到確診者 然後我可能需要先做這個檢疫的時候 那我手上沒有這個市值的話 我該怎麼辦 現在我就是怕怕啊 真的嗎 只當講就是這樣 那現在政府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的政策 你都搞不清楚 我不會講 就是你們理解他說自主應變 最佳又沒有 看你自己啦 最佳又沒有兩天一起 可以隔離 自己 看著辦 不是打 一 一九二啊 打過去他也是會慢拍拍啊 那個小朋友不是有打氣啊 很久才來也是往生了啊 不知道要怎樣 因為可能這個疫情真的瞬間增加太多 我覺得政府的腳步 確實是還沒有跟上這個病毒 還有確診人數的變化 就是我們還是會希望要快一點 因為像我也會顧慮到說 萬一我是輕症在家隔離 那我的鄰居 會不會用有色的眼光看我 不得已 不得已產生的政策嘛 沒辦法啦 所以他產生這個政策啊 你想去年這個時候可能嗎 呃 呃 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這台灣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獨立學家趙明威說 未來的120天是非常關鍵的 因為他就拿南韓來舉例喔 南韓跟我們一樣都是黃總人 疫苗的覆蓋率呢 也有85% 而且他們打的疫苗的搶牌啊 也大多是AZ BNT跟莫德納 在疫情爆發的這個初期 在1月的時候 韓國一天的確診人數也大概是1000到2000人 但是就在兩週後 他們的確診人數直接突破萬人大關 在3月中的時候 更是來到了60人確診的這個疫情的高峰點喔 現在的台灣呢 其實跟當初韓國疫情剛爆發時很像喔 當日的確診人數也是在1000到2000之間 但是如果說我們現在走這個 共存的這個路線 我們會不會步上南韓的後塵 未來我們的確診人數 有沒有可能一天也會超過60萬 而這個死亡率也會同樣的成長三倍 台灣人民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結果嗎 這樣子的結果台灣人有辦法承受嗎 我們現在就走上街頭來聽聽看民眾是怎麼想的 就是打三劑啊 照他們講的能夠打就打三劑啊 那盡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啊 半分一百分的話 跟疫情共持沒有幾分的信心 這很難講啊 不接受也得接受 要不然怎麼辦 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是怎麼講 在這種政策的大前提之下 小老百姓又能怎麼樣 只能接受啊 難道我們能夠拿7的去抗議嗎 這樣抗議有用嗎 我們大家現在對於這個病毒 因為還是抑之半解 而且它一直在突變 所以會覺得很恐慌 你有做什麼樣的準備嗎 我個人是三劑可以打的時候都已經打完了 那小朋友的部分就是避免人潮 然後看到外面如果沒戴口罩的人 我就是發口罩給他們 就是因為你要求他要戴 那他可能不願意 那如果你發給他 那請你戴這樣子 那他其實可能也會比較願意 雖然他可能在我眼裡 他走過去他可能就拿下來 但至少我們就是盡分心力這樣子 對啊 人的地方盡量不要去 擔心肯定是會擔心的 但就是這種事我們只能進人事啊 就是我盡量防 但真的防不住也沒辦法 就盡量不要去麻煩別人喔 自己想辦法囉 自求多福囉 真的就只能這樣子啊 你想政府他 比方說你要叫救護車他有可能會來嗎 59補考 現在這個對疫情共識 就我們台灣人自己 大哥有多少信心 一樣59分嘛 政府不要干涉太多就會及格嘛 政府干涉太多就沒有了 我發現大家對於自主應變 好像也不是很知道是什麼意思 對於疫情的發展也不是覺得很熱觀 而你知道自主應變是什麼意思嗎 對於自主應變你又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對於未來要和疫情共存 你有信心嗎 歡迎您留言跟我們分享